《约伯记》第28章 银子有矿,炼金有芳 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 人为黑暗定界线 查旧幽暗阴翼的石头直到极处 在无人居住之处刨开矿穴 过路的人也想不到它们 又与人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 至于地,能出粮食 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 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并有金沙 矿中的鹿制鸟不得知道 鹰眼也未见过 狂傲的野兽未成行过 蒙烈的狮子也未成经过 人伸手凿开尖石,倾到山根 在磐石中凿出水道 亲眼看见各样宝物 它封闭水不得滴流 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 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 聪明之处在哪里呢? 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 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 神缘说,不在我内 沧海说,不在我中 智慧非用黄金可得 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 恶斐金和贵重的红玛瑙 并蓝宝石不足于较量 黄金和玻璃不足于比较 金金的器皿不足于兑换 珊瑚水晶都不足论 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 古时的红壁玺不足于比较 金金也不足于较量 智慧从何处来呢? 聪明之处在哪里呢? 是像一切有生命的岩目隐藏 像空中的飞鸟眼壁 灭墨汉死亡说 我们风文其名 神明白智慧的道路 晓得智慧的所在 因祂见察直到地极 变观普天之下 要为风定轻重 又渡量诸水 祂为雨露定命令 为雷电定道路 那时祂看见智慧 而且述说 祂坚定并且查救 祂对人说 敬畏主就是智慧 远离恶便是聪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